在鏡頭前講起訓練小朋友體操的過程 藝人瑞莎在台灣耕耘兒童韻律體操多年 繼4月被質疑到處挖腳後 瑞莎老公遭控恐嚇 只是事情還沒告一個段落 又有家長質疑 瑞莎對外宣稱無償訓練 自掏腰包培育選手並非事實 導致有8名選手集體解約 有家長授出2018-2019年間的帳表 質疑帳目不清 還向家長收取外籍教師費用 訓練根本不是免費 還說瑞莎拍攝雜誌照帶上學生 根本被當宣傳工具 協會參加表演 徐拿高額表演酬勞 學生分道的卻超少 體操協會認為瑞莎平時熱心 而訓練基地桃園武漢國中 則回應 學校就只提供場地 而瑞莎本人下午也回應 自己不斷被同批人 用惡毒言語攻擊 現在又一次發生 相信大家自己會判斷真假 也說若不想一起發展 韻律體操尊重選擇 但要Fight 請Fight自己 別用這樣的手段逼迫 對此瑞莎的瑞辛韻律體操協會則表示 因為2019年底才成立 對於報導的帳目表不清楚 強調選手訓練真的完全不收費 目前資源就是靠先前的募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會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